陶帆提议,改造地位招待所,建成三星级宾馆,自然不能向老百姓修房子,修就修吧,政府修宾馆,总得讲出个重大意义,陶帆在地位领导会上说,西州要加快发展,必须吸引各方投资,巧借外力,外商来考察,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着,这哪行,所以改造地位招待所势在必行。 消息一传出,说什么话的都有,意见最大的是老干部,他们认为,招待所都嫌豪华了,还要弄成宾馆,招待所不就是开会用用吗,非得睡在高级宾馆里,才能想出方针政策,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是在窑洞里写的里,正是此时,有的老干部,吵着要修老干部活动中心,刘家厚拿了报告来找逃反,全省就只有我们地区没有老干部活动中心。 我们尽管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,但省里年年都督促我们,建活动中心,地位研究过多次,都说老干部活动中心暂时不修,财政太紧张了,怎么突然又提出来了呢,肯定是老干部们冲着修宾馆来的。 陶帆想,这刘家厚也真不识实物,怎么就看不出老干部是怎么想的,他也不批评刘家厚,只说,你把报告放在这里吧,本来没刘家厚的事了。 他却还想找些话说,陶书记,陈永东同志,这回参加了我们组织的体检,这可是头一次啊,老人家身体怎么样?陶帆问。 刘家厚说,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,陶帆听着就来火了,黑了脸说,家厚同志,你真不像话,你是老干局长,管什么的? 一管他们精神愉快,二管他们身体健康,其他的都是大话套话。 刘家厚没想到陶帆会为这事发火,脸红得像猴子屁股,他后悔自己多嘴,刚才走了就没事了。 陶帆放缓了语气,说,陈老你们并不了解,都把他当神经病,老人家眼睛亮得很累,我们要多同他联系,多请示汇报。 你马上去把陈老体检的情况弄清楚,告诉我。 刘家厚嘿嘿一笑,出去了。 陶帆想,这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事真是个麻烦,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,无非就是建栋房子,但是西州太穷了,坐紧建肘啊。 不一会儿,刘家厚回来了,说,陈老身体没大问题,只是有点低血糖,陶帆正批约文件,头也没抬,知道,知道了,陶帆没必要说再多的话。 他知道刘家厚肯定会去外面宣扬,陶帆如何关心陈老身体。 此话一传,意义就不单是陶帆关心陈老一个人,而是关心全体老干部了。 刘家厚自然乐意做这种渲染,说明陶帆对老干部工作多么重视,刘家厚哪怕自作多情,也愿意相信,陶帆对自己是赏识的。 陶帆正忙着手头的事,见刘家厚还没走,就说,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事还是暂缓。 你要做做老同志工作,可考虑改善老同志娱乐休闲和锻炼的条件,一个门球场少了,再修一个,还可以腾两间办公室做棋牌室,让老同志玩玩扑克,下下象棋,你们还可以多组织些活动。 比方搞书画比赛,我想老同志会理解我们工作难处的,我们按照陶书记指示吧,老同志一向是支持地位工作的。 刘家厚只能这么说,好让陶帆有面子,也让自己有面子,可他心里实在没底,他这老干局,实际上成了老干部信访局。 老干部找上老干局,多半只为一件事,就是提意见。 不久,省里竟转回一封老干部的上访信,那信的意思是说,老干部们觉悟高,体谅财政难处,主动放弃,修老干部活动中心的要求。 为的是节约资金,帮助改造中小学微房,但西州地委领导蒋排场比阔起,要修豪华宾馆。 可见西州地委班子是个铺张浪费的班子,贪大求羊的班子,办事不切实际的班子。 因此强烈要求,省委严肃处理地委的错误做法。 省委管老干部的州副书记批示道,转西州地委。 陶凡见州副书记的批示很原则,事实上没任何意见,心里就踏实了。 在琢磨这封上访信,无非是个比老同志想不通,就由他去吧。 陶凡便只在信访件上签了个月子。 关影达将这信送还秘书科存档。 吴明贤却跑来问道,陶书记,省里转回的那封老干部的上访信, 要不要转老干局一月?我签了那么大个月子,你没看见? 陶凡说,吴明贤还没明白陶凡的意思,又问,我的意思,这封信怎么处理? 陶凡笑了起来,望着吴明贤,老吴啊,我越了不算数。 吴明贤脸顿是红了,忙说,不是这意思。 陶凡又笑道,不是这意思,你说是什么意思? 反正是你没领会我的意思。 改造招待所,个别老同志有看法,这很正常。 我们要求所有人,包括所有老同志,都理解和支持地位的工作,这是不现实的。 我们不是不重视老同志的意见,但少数服从多数,这也是党的原则啊,这事就不要再提了。 免得没事,也弄得沸沸扬扬。 吴明贤说,我是见这封信里有些措辞太激烈了,有必要在老同志中间澄清一下。 陶凡摇头道,老吴啊,你真是个书呆子,你以为有些意见,真的就可以统一的吗? 你以为,有些看法和谣言,真的就可以澄清的吗? 你以为什么情况下,都可以万众一心的吗? 我知道,你也许是一片好心。 既然这封信说到地位时,有些过激言论,就想做些化解工作。 我说,不必要,老吴。 地位连这点人哑量都没有,怎么做工作? 吴明贤像是恍然大悟,点头不止。 对对对,陶书记你看,我一时糊涂了。 陶凡心想,你哪是一时糊涂,从没见你精明过。 吴明贤当秘书长,是陶凡提议的。 外人以为,陶凡如何赏识吴明贤,其实不然。 他内心对吴明贤的评价是六个字,有文才,少干才。 好在配了几位能干的副秘书长,也就误不了事。 参谋班子的力量格局,陶凡是有意这么维持的。 张照林任秘书长时,太强硬了。 总让参谋班子强硬下去,不太合适。 必须结束张照林时代。 陶凡对吴明贤总是正式场合抬举,私下场合批评。 吴明贤便看上去很是体面,实际上硬不起来。 副秘书长们心里不服吴明贤,但挨着陶凡面子,又不得不在场面上复言。 吴明贤也并不因为私下里挨了几句骂,就对陶凡离心离德。 毕竟是陶凡提拔了他。 吴明贤交子交孙都会说,陶凡是他的大恩人。 陶凡推出吴明贤当秘书长,还有更深远的考虑。 头上有个一官半职的,都会担心一朝天子一朝臣。 陶凡上任后,只从县委书记里面提了个副专员。 整个县市和部门班子没动一个人。 人们见前任地委书记的人马原封不动,就都说陶书记正派。 其实,陶凡用不着急于动人。 他坐上地委书记位置,只需找下面头头脑脑,谈次话。 前任的人马不就是他陶凡的人马了? 况且,他原本就是管干部的副书记,同下面干部处得本来就算不错。 他现在当了一把手,下面干部也没有换了头头的感觉。 当初考虑秘书长人选,本来可以从县委书记中物色的,但怕一时摆不平,干脆就暂时提拔了吴明贤。 毕竟吴明贤的资格也算老,提乐也过得去。 县委书记里面有两位资格老的,却不是陶凡最中意的。 陶凡暗自看中的,资历还稍微欠了些,陶凡心里有数。 一两年间,地区人大和政协有几位头头,相继到了退休年龄,就让他们去人大和政协任职。 那两位县委书记安排了,陶凡自己中意的人就可以提到实际岗位上来,目前让吴明贤充任秘书长是个权益之计。 县市和部门的头头们都在算着账,这次轮到谁上去了,下次又轮到谁了,到底怎么个轮法,大家心里都有数。 反正不会光暗自立或政绩用人,各种学问,喧妙得很,不可言传。 陶凡暗暗盘算着,成竹在胸。 有天,陈老突然跑到陶凡办公室来了,陶凡正在听吴明贤汇报几件事啊,忙叫吴明贤过会儿再来,吴明贤便亲自替陈老倒了茶,退出去了。 陈老依然是长发,却没说成辫子,随意披着,像个老洗皮尸。 陶凡问,陈老有什么吩咐吗?陈老没什么表情,说,下面班子,老放着不动也不行。 陶凡心想,陈老开始干预地位工作了,这就不对了,但他不好多说什么,直到,地位会统筹安排的,请陈老放心,陈老有什么具体意见吗? 陈老望了眼陶凡,有些生气的样子,说,你以为我想提议用哪个干部吗? 我没那私心,哪里?我不是这个意思,是想听听陈老意见。 陈凡笑道,陈老半低着头说,你上来后,干部队伍稳定,大家都说你是个好人,这说明你正派,很好,但是不能做老好人,干部队伍稳定固然好,但稳定时间过长了,就不行了。 毛主席说的好,流水不浮,护鼠不堵,八大军区司令员都要换换房里。 陈凡说,陈老,您这个意见,地位会考虑的,我们正在运筹,有个过程,您老放心,我会尽力带好西州这个班子。 陈老说,不行的,就要坚决下掉,行,我们会的。 陈凡说道,陈老,您血糖有些低,要注意营养,注意休息。 陈老慢慢抬起头,问,你怎么知道的? 陈凡玩笑道,我是地位书记,什么都得管啊,我身体没事的。 陈老起身走了,脸上的笑容,是有若无。